对于美国人来说,大家可能会更加多地注重于隐私上的保护。 就比如说,有些文档的文件会喜欢保护于自己的隐私,不希望被别人揪改。 然而在中国,这些现象可能并不是很常见。 当然在一些商业的场所,这些东西都是很机密的,需要去保护。 但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,很多中国人是不注意这些的。 对于美国人的这些做法,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去采纳的。 当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体,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。 当这些想法被别人所接受的时候,或者是别人想对你的想法提出其他的要求的时候, 或许他应该直接地告诉你,然后让你来进行修改。 对于美国的这些,对于文化上的差异和中国文化上的差异, 造成了很多在行为方式上的不同。 所以在这种隐私上的保护,或者是个人文件上的保护, 或者是对自己个人物品的很注重的一些行为,都是可以被理解的。 所以谢谢。 谢谢。